中秋节连续假期 屏东离岛小琉球旅游人潮爆满 根据统计光是13号搭船 前往小琉球的人数就突破万人大关 由于近年来小琉球海洋生态富裕有成 俨然成了屏东地区的热门旅游景点之一 加上正院最近刚推出的秋冬旅游补助 更让小琉球获得国人青睐 也使得东流线交通船不断的加班往返 忙翻甜 游客旅客挤爆了往返东港小琉球的码头 长长的排队人龙让交通船斑斑克满 人很多 天气还算可以 人很多 很好玩 整条路上都没有看到车都是机车 上班的应该也有 尽管交通船不断加班往返忙翻天 但排队人潮依旧难以消化 海巡人员也赶紧增派勤务 加强疏导人潮 中秋节连续假期 往返屏东东港跟小琉球之间的返乡游子 以及旅客数量暴增 由于近年来小琉球海洋生态富裕有成 也难成为琉球地区的热门旅游景点之一 加上正院最近刚推出的秋冬旅游补助 离岛部分平日假日都适用 更让小琉球获得国人青睐 根据统计光是周五搭船前往小琉球的人数 就突破万人大关 船公司的部分也是都是一直加班 人满了就开 我们民宿差不多从三个月前 就全部都几乎没有房间了 早上的机车第一天的游客骑走 第二天来的游客一定要等到第一天 游客还车才能轮到第二天的游客骑 尽管陆客来台观光紧缩 但小琉球却丝毫不受影响 据了解小琉球的观光客 大多为自由行散客 并以台湾客为主 但外国观光客也越来越多 而小琉球旅游业者 平日夜间就有安排客人烤肉 也让中秋假期 当地旅馆及民宿一访难求 记得苏树伟 平东报导